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简报会 今天我们的医生就是欧家荣医生 卫生防护中心的 还有就是李立叶医生 就是医管局的行政总经理 大家好 我现在报告 昨天3月3号 卫生防护中心确诊的资料 昨天我们有52,523例 就是3505-403086 再5万多例 里面4552例是经医管局确诊的 2539例是经公共卫生化验所确诊 剩下的45,342例是私营化验所确诊的 其中11例是输入性个案 剩下的52,512例是本地个案 本地累计第五波 我们确诊了39,0449例 在基因分析方面 昨天公共卫生服务处 替2539例做了基因分析 我们找不到任何是L4522阳性的 1653例是对L4522是阴性 剩下的590例是正在处理 另外296是因为病毒量低 做不了分析 昨天46家院设新增了一些爆发个案 34例是安老院设 另外12家是残疾人的院设 就是739名的病人 其中就是552是院幼 另外187是职员 81家是港岛 九龙7家是在新界东 21家是新界西 我们的累计的个案就是755家的院设 有爆发 在老人院方面 全港的老人院大概有 72%的院设已经有爆发 或者是有个案 累计大概就是9800名的老人 占整体的人数 13% 另外大概28250名的职员受感染 占整体员工的数目就是9.5% 在这些院设里面 其中302家 就是53%是有10例以上 在死亡个案 至少有680名的死亡个案 是涉及院设的住户 全港现在60%的残疾人的院设 出现爆发或者是案例 其中 共有3100名的住民 占17% 另外就是1030名的员工 占整体的员工9.8% 大概100家的残疾人 就是大概56个百分点 出现超过10例 因为比较多的院设出现个案 情况挺严重 所以我们呼吁一些老人 尤其是住在老人院的 要尽快的接种疫苗 避免严重的情况 或者是死亡的个案 另外在老人院的住户 接种疫苗方面 卫生防护中心在咨询专家以后 决定接种科兴的住户 他们第一针还有第二针的时间 现在缩短为21天 复避态就是第一跟第二针 就是21天 已经康复的住户 在康复以后 四个星期也可以再接种疫苗 这是我的报告 现在李医生 医管局县市有7306名的病人 在不同的公立医院 还有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还有医管局的传染病中心 还有就是社区治疗设施 另外1100名的病人 在竹高湾的社区隔离设施 昨天晚上有54名的病人 情况危怠 他们其中37名是没接种疫苗 85名情况严重 其中59名是没有接种疫苗 截至今天的零时零分 在过去24小时 有136名的病人感染新冠病毒过世 76男60女年龄是29岁到102岁 昨天离世的病人里面 73位是来自院舍 97名是没有接种 17名是接种了2针 21名是打了1针 另外131名是65岁以上的老人 三位是比较年轻的 我就会多说一点 第一是55岁的女性 她是长期病患 住在医院社 在3月2号的下午 到了明安医院的急诊室 因为肺炎气喘 还有发烧 在3月3号的凌晨3点 离世 另外第二位是57岁的女性 也是住在院舍 她有癌症 在玛丽医院的急诊室 2月23号下午求诊 也是气促 发烧 稍后离世 就是3月3号 第三名是29岁的男性 她也是住在院舍 是残疾人的院舍 她到了马加列医院的急诊室 2023号晚上也是发烧气促 在3月3号下午就离世 因为数据的滞后 在2月23号到3月2号 50名的病人是离世 就是33男 19女 年龄就是56到104岁 在第五波 现在有7340亿名的病人 在公立医院里是多数是老人 过去有494名的病人出院 现实的我们病床的使用率 就是86.8个百分点 现在130多名的同访的病人 列为紧密的接触者 60名的病人就是确诊 员工方面6380名的员工确诊 大概600名已经返回他们的工作岗位 我想说就是九龙西医院联网的调整服务 九龙西联网 由下个星期开始内科的门诊 只会治理紧急的病人 专科门诊 只会会复诊的病人 安排复配的药物 不会有医生问诊 另外专职的门诊会处理第一的优先个案 不那么紧急的病人 我们会稍后安排他们一个复诊期 另外部分的电话的预约 还有手机的程式会暂停 稍后会再做公布 希望透过调整服务 我们可以集中人手 去前线抗疫 希望减低医院的人流 失忽疫情的发展 我们会再调整非紧急的服务 如果你们的病情有变化 要联络医院 看如何提供协助 以下是提问时间 请先介绍你代表的媒体机构 里边穿灰色衬衣的 你好 NOW TV的 我有两条问题 首先想问 之前说快速检测平台 这个星期内可以完成 请问这个平台 这个星期能完成吗 还有什么细节可以交代 第二个问题 关于医管局 我知道医管局就替 墨沙东订购了口服药物 请问怎样处方 这个使用量够吗 这个药物是不是 只有一管局能采购 如果私家医院 或者是诊所需要的话 可以借给他们吗 有什么考虑因素 关于 让市民承报 快速抗原检测阳性的 网上的平台呢 现在卫生署的资讯科技的同事 正在筹备平台当中 包括一些比较复杂的技术细节 还有当中其他的安排 我们预期网站初期推出的时候 会有大量市民透过这个网站 跟我们承报个人资料 我们在技术层面 希望完善系统 好让推出的时候 不会引起混乱 就可以 比如说发出简易令 隔离令 过程也会顺畅 有效 身份的认证 也可以做得到 更加准确 这需要时间的 关于药物方面 有说的是这个 莫努皮尾 医管局根据专家的意见 已经采购了 适当数量的口服药物 我们根据专业的判断 临床的情况来处方 现在已经使用了 我们也继续密切监察 使用这个药物的供应 还有使用的情况 我们也有既定的机制 借出药物给私家医院 我们考虑的因素 包括私家医院的需要 还有我们的库存量 我们这个药物采购了 也会用在 合适的病人身上 第二条问题 有限 刚才说康复之后 四星期就可以再打疫苗 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 更新的是否两针 都是四个星期 大家看到市民正在 抢购 普希痛 这个药品 如果这个品牌 已经没货了 那其他的品牌 有货吗 有足够吗 如果买不到这个药物 还有其他的药物 能够减轻患者的 病情吗 关于疫苗 长者的注射的计划 因为在院设 爆发的情况 极为严重 院有感染了 之后我们看到 出现死亡率是非常高 高于一般市民 也高于非住在院设的长者 考虑这个因素 也考虑香港疫情的情况 卫生防护中心 审视了一些科学的数据 也更新了联合科学委员会的主席 大家也一致认为 如果院有还没有接种疫苗的话 他在康复之后 可以在四个星期之后 就可以开始接种疫苗 如果之前曾经接种疫苗的话 也可以在康复之后 三个月就可以再打针 这只适用于住在院设的院友 就不适用于一般市民 第二个问题 关于药物 这个 泡灭 C-Tone Paracetamol的供应 根据卫生署的资料 香港 现实有超过700种的 已注册的药剂 药剂品是含有这个成分 卫生署已经就市面出现 药物短缺的情况 跟有关的供应商制造商 保持紧密的联系沟通 也要求他们因应需求 增加相关的产品的供应 以满足本地市场的需求 下一条问题 英文问题吧 这边后排这位女士 医生你好 我是彭博新闻 我可以根据一下吗 之前的那个问题 香港是否已经开始 使用墨鲁皮尾 这个口服药物作为治疗呢 第二关于在公共医院的 移铁超载的问题 你提到有冷冻的集装箱 已经送到医院来储存移铁 这个情况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进度吗 还有公众联房 我知道现在已经收的遗体 已经超过他们的容量 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你可以澄清一下吗 有52例的死亡病例 你刚才说是后来才承报的 可以说一下他们年龄是什么吗 当中有没有比较年轻的病人 在这52例死亡个案当中 我尝试回答三个问题 然后公众联房问题就 欧医生可以补充 你刚才说的那个墨鲁皮拉尾 这个口服药物 现在医管局已经开始使用了 至于丝体 尸体太多的问题 我们已经采购了冷冻的集装箱 有些已经送到医院 有些一两天之内就可以送到 送到以后就可以 再提供500多个位置 存放尸体 对不起 最后一个问题 你刚才问的是什么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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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3号到3月2号 中间延后公布的52例死亡个案 最年轻的是56岁 最年纪大的是104岁 这个56岁的女士让我说一下 这位女士也是有长期病患 她在3月1号下午 因为气喘来到东区医院的急诊室 她有插管接受拯救 然后就住院再处理 但是不幸她在3月2号晚上就离世 眼防的容量方面 卫生署已经在设施增加了容量 我们也跟私营的机构商量 在增加处理尸体的容量 3月1号开始我们已经接用了45个存放尸体的位置 就是从东华三院的机构 还有殡仪馆 另外有两个护老院也借出了40个位置 3月4号开始 香港癌症协会也借出一些位置给卫生署 还有其他的院设也可以借出一些位置给卫生署的使用 卫生署呢也已经设立了一些零食的存放的位置 他们是从就是沙田 富山 脸房的一些位置腾出来 在3月2号开始使用 我们会继续使用急装箱 让一共存放的容量可以增加至超过300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也会继续增加使用急装箱的 问多条英文问题 这边后 我是南华早报 第一个提问就是刘雨龙教授就说 一些康复的老人他们的打针的情况 就是在未来几个月应该这样做 因为现在不同的指引有不同的安排 另外 康复后那么快要打针是可行吗 因为他们可能已经有抗体 另外氧气供应方面 有一些医院的职员就说 氧气的供应已经快用完 现在是否在医院的氧气供应有短缺 另外基因分析方面 有多少是Omicron 有多少是Delta Delta跟Omicron分别的死亡率有多少呢 我会先回答第二个提问就是有关于氧气 病人需要氧气的供应数目是多了很多 所以我要澄清我们的供应是没问题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有一些病人是在某些没有中央供应的设施治疗 所以我们就需要用瓶装的氧气 所以我已经说过在瓶装的氧气方面的供应可能有一个瓶颈 我们会使为跟供应公司还有就是在调配 调配病人方面可以让更多的病人使用中央的氧气供应 没有证据证明在医院里面有氧气供应的问题 有关于住老人院的住民接种方面 我们就会先看一看有关的数据 还有安全跟有关的专家 还有就是联合科学委员会商讨 他们就决定有两个措施 首先就是住民的老人院住民的接种 两个两针第一跟第二针 就是科兴会缩短 由28天到21天 就是要让住民可以完成他们的接种 让他们的保障会更好 第二就是那些没有接种的 他们以前可能已经确诊 如果已经三个月就可以接种 未来三个月就可以接种 目前的情况没有接种的住民 如果已经康复 可以尽快 可以在康复以后 四个星期就可以打复辟态或者是科兴 让他们的免疫系统可以得到更好的保障 因为如果他们已经确诊 但是他们的抗体可能不够 另外公共卫生化验所 一直有做基因的分析 到上个星期 我们完成 47例死亡的案例 42是Omicron BA.2另外的5例是Delta 另外一些死亡的案例的基因分析还在进行 前面中间的 我是无线电视 首先想问 刚才有人问 快速检测 阳星的人登记的平台何时推出 刚才你说就是现在在完善系统 究竟这个星期是否可以推出 每天很多人做快速的检测 是阳性 现在会以患者隔离为优先 或者是优化系统为先 你们会考虑先推出系统还 然后才优化吗 另外确诊证明 这一类证明是否只是给核酸检测阳星的人 另外 快速检测阳星的人 他们登记的平台还没有推出 快速检测阳星的人 他们如何可以得到确诊的证明 如果他们要病假证明的话 如何申请呢 另外 现在确诊的个案 数字不断的上升 每天超过五万例 现实的情况 是否已经到高峰了吗 另外 你们防疫的策略会否改变 因为短时间内一定不能清零 但是你们说不会跟病毒共存 未来会否有更好的防疫的策略 使用快速抗原测试方面 食物级卫生局已经宣布 由2月26号开始 承认快速抗原测试 可以作为确诊2019冠状病毒的证明 我们已经审视这些事迹是很准确的 在现在的情况可以使用 出现假阳性的机会是非常的低 所以我们建议所有的市民 如果可以做快速抗原测试 如果是阳性的话是阳性 他们要家居隔离 不要上班 家人也要留在家里 也要遵守个人卫生的指引 如果家里许可的话 可以留在自己的房 如果要离开他们自己的房的话 要戴好口罩 避免跟其他没有感染的家人接触 这是快速测试阳性要做的事 我们现在筹备网上的平台 让这一类的病人交资料给我们 因为这个平台涉及身份的认证 我们推出平台 我们需要市民把身份证交给我们 我们会做核证 同时也要求他们把阳性的照片上存给我们 所以是有技术的问题 因为我们要确认这一名市民 的确是他自己不是有人 使用了他们的身份 所以就是有一些技术 或者是吸引的细节要解决 卫生署的资讯科技的同事 使用了 往后已经承报的市民 我们会也抽样安排他们做核酸的测试 这一系列的流程 也需要时间去筹备 现实如果市民使用快速检测 是阳性的话 在平台推出以后 我们可以追溯 他们可以稍后提供他们的资料给我们 现实追溯期 是20-26号以后 使用快速检测 阳性的病人可以使用这个平台去登记 这个平台推出以后 我们再交代详情 这些市民他们的病假证明 简易证明 我们会透过短讯送给他们 他们要使用平台输入自己的身份证资料 就可以 记者没有使用话筒 这应该不是技术问题 而是当中涉及的技术细节比较复杂 我们的同事正在努力 一旦这个平台完成的话 我们希望尽快推出 但是时间上这一刻我真的说不到 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我没有回答 关于防护策略现实虽然个案十分的多 我们看到疫情依然在上升 过去两三天 我们看到病例超过五万起 暂时我们还没看到打风或者是回落的趋势 当然我们要再观察 近日很多市民可能没做核酸测试 只做了快速抗原测试 以致这些数据我们现在还未能完全掌握 我们现在这个数字只是反映核酸阳性的结果 我们需要时间再观察疫情的发展 无论怎样 单看每天确诊的数字 现实我们能确定的就是疫情在社会上的传播还是非常严重 发病率也是非常高 香港政府也继续秉承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的政策 希望在社区上的个案能够尽早征查 交给我们安排治疗 希望第一能减低死亡率 第二减低发病率 以致传播链可以尽快中断 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控制病毒 让患病的人数减跌 下一个问题 后面穿蓝衣的 记者一共有四个问题 首先近日有很多的媒体报道 私家医院拒绝接收新冠患者的新闻 想请问甚至连检测成阴性的发烧小朋友都拒绝接收 所以想请问特区政府有没有打算动用任何的法律 比如紧急法等等 令私家医院在抗击疫情上肩负更大的责任 第二从传媒报道得知 私家医院拒绝接收新冠患者的理由 包括欠缺负压病房 所以想请问设置负压病房在技术上是不是很困难呢 那么私家医院有没有能力做得到呢 第三个想请问 有市民表示现在公立医院的药房人数很少 然后现实除了公立医院的急证室之外 其他专科门诊服务总体而言是否仍然在维持 那么受到影响的主要是哪类型的专科门诊服务呢 然后第四个问题是最后一个 就是现在轻易的方舱医院已经建好 想请问目前的入住人数是多少 使用率又是多少 谢谢 我先说私家医院 我们有些私家医院现在已经帮忙我们 预约的 进行预约的手术 关心病肠癌或者是放射性的治疗 也跟私家医院启动了协助的计划 有超过70名病人已经转接到不同的私家医院 这个数目也不断在增加 我们会跟私家医院保持联络 昨天提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医院 也计划接受 接受新冠肺炎的病人 他们现在具体的细节跟我们都差不多能敲定 所以现在医院这方面跟我们有协助 轻易的方舱医院都是一个社区隔离设施 我们现在有病人已经住在那里 但是个别的数目我不是太清楚 他主要收的是轻症的病人 下一条问题 前面穿蓝衣的这位 两位医生你好 我是明报 首先想问欧医生刚才说 院设长者的死亡率高于 非住院长者的 可以说一下这两个死亡率的数字吗 第二关于安老院设 院有最新打针的政策 因为有安老院设跟我们说 原本有一个安排会上门 跟探访长者有打针的服务 但私营的机构因为爆发的原因 就拒绝到访打针的安排 你知道这个情况吗 如果正在有爆发的院设 他们接种的安排可以如常进行吗 对于想到这些有爆发的院设 接种疫苗的会有指引吗 让他们不用担心 因为有最新的指引 如果没人帮忙上门打针的话 也办不到 另外想问医管局 近期留医的人数不断上升 今天有7300多名病人 但我们知道隔离病床的使用量 从之前的高峰是大概90多个百分别 到最近的80多 我们听说医管局要这么多医院 将原本大概有三成的病房 用来处理新冠病人提升到五成 这个咨询正确吗 目前有没有说 因为增加了处理新冠病人的病房 所以使用病床的比率 就没有之前那么严重 最后想跟进执诊室的问题 想问医管局 上个星期我们了解 急诊室最严重的 可能会有大概280个病人 等候超过80小时 但最近我们收到反应 在伊利沙博医院 有超过400人 等候超过8小时 是否之前你呼吁 大家不要去急诊室 那在伊利沙博医院 还有广华医院 这个呼吁不是太有效 另外尸体方面 还没有好好的处理 我想问这些冷柜 多少个医院已经有装备呢 我先说留院人数 大家留意到超过7000 我之前说过我们所有的隔离设施呢 还有我们的病床有3600 当然明显的已经超过我们的饱和率 这个数据上是80 90% 只是一个就是一瞬间的一个情况 我们病人不停的流转的 那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在数据上有太大的分别 员工方面我们同时都很努力 急诊室方面我想说一下 他们守在最前线压力是非常的大 我真的很感谢他们坚守岗位 我们有不同方面的协助 第一方面病房方面 我们会有一些病房转至为接收确诊病人 之前我们提到会增加风扇等等 另外也会增加流转 让病人快点出院 现在临床 病人是稳定的话 可以加快出院 是根据他有没有打疫苗 来决定他在家居隔离的处理方法 我们不同的联网也会有协调 有些员工呢 也会转到急诊室 来帮忙增加人手 支援他们 无论是病房急诊室 我们也有直接将一些稳定的病人 转到社区隔离 还有治疗的设施 我们在几方面的情形之下 希望舒缓他们的压力 因为病人求诊的数目很多 情况呢 其实是不断的流转 冷冻集装箱方面 我提过有几十个已经订购 有些已经安装 个别医院已经使用 讲者没有使用话筒 暂时没有数据 关于安老院设接种疫苗方面 长者是基本上在社区里面 是一个最高位的群组 因为他们出现慢性疾病的人员比较多 年纪比较大 如果出现感染的话 有并发症需要住院 死亡率是非常高 我之前说过在院设里面 现时有至少9800个院友确诊 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占整体香港整体有7万名的人员 是住在安老院设 如果这样计算的话 会超过接近15%的院友都已经确诊 而我们路德的死亡个案当中超过一半 至少有680位死亡的病例 涉及安老院设的院友 所以在香港大部分长者都在社区里面 住在院设的院友只占大概7万多 但是他们在死亡的数字来看 是占了超过一半死亡 涉及 就是说有超过一半的死亡个案 是涉及住在院设的长者 在院设的个案里面 很容易透过员工或者是透过院友 院友之间呢 在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出现传播 所以我们是特别关注这个情况 我们鼓励政府也实施了一系列的举措 继续也有新的举措 来加快住院设的长者 接种疫苗的比率 社会上有些误会 可能以为院设当出现病例 有爆发的时候就不能接种疫苗 这是一个误解 我们想在这里澄清 院友安老院设 如果出现有病例或者是爆发的话 其他院友是可以继续接种疫苗 甚至其实是有这个紧急性 要尽快接种来保护他们 很多时候在院上爆发呢 并不是几天内就可以完成 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 如果还没接种疫苗的院友 他们如果还没受感染的话 其实是可以继续接种疫苗 也需要尽快打针 另外接种疫苗前也不需要做一个特别的测试 如果他本身没有病征的事 适合接种疫苗的就可以接种 科学委员会跟卫生环顾中心 会看现实的情况 推出了一些措施 希望加快安老院设 能够之后完成接种疫苗 如果未成接种疫苗的院友感染的话 四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开始接种疫苗 接种疫苗的如果完成了第一针 在安老院设的院友 如果接种科兴的话 第二针的时间就可以是相隔21天 对不起讲者没有用话筒 讲者没有用话筒 传言员听不到 我们会透过社会福利署 把资料交给他们 希望透过我们的长者健康服务 加强院设的到诊医生 还有其他的人到院设 帮他们接种疫苗 下一条提问 我是戴公报 早前政府鼓励一些确诊 但是是轻症的病人 老人回到院设 但是超过750交的院设 已经有爆发或者是有案例 这样的情况是跟早前政府鼓励的政策有关 另外 有关于安心出行的执行方面 政府会否使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执行 如果有人违反了 是否有些措施可以去惩罚 另外资源有限 是否真的可以做到 如果找到一些没有扫描安心出行的 是否可以举报 是否可以举报 你提到就是轻症的老人 老人院送他们来求诊的时候 我们有一定的机制 就是临床的机制去处理 如果他们临床的情况是稳定会把他们送回院设 但是就要看院设的硬件是否允许 我们不会硬性把他们送回 另外还有一些社区治疗的设施 就是北大鱼山香港感染中心 还有亚伯的治疗设施 如果是一些临床情况比较差的 要照顾的就会送到医院 关于安心出行 现在我们鼓励出进场所的时候要扫描 可以记录他们到了哪个地方 如果是受到感染 可以使用这一个城市 找到自己到过的地方 可以通知跟他有接触的人 同时也可以帮助卫生防护中心 做追踪的工作 但是因为现在的数字 其实是很多 所以社区里面 差不多所有的场所也有个案 我们暂时没有做风险的通知 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 现在这么广泛的传播的情况下 如果他们扫描了城市 大部分的场所每天也有个案 所以发出通知的作用 其实是不大 习惯使用安心出行的好处 是帮助你们 记得到过哪个地方 我们现在也会透过 我们的电子平台 看个案曾经到过什么地方 比如说一些住宅地方 或者是一些工作的地方 如果我们发现一些不寻常的大型的爆发 会发出强制检测公告 也会透过安心出行通知市民 所以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所以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很多地方也是有个案 但是一些重点 或者是出现不寻常爆发 或者是一些集中的个案群 我们也可能会透过安心出行通知市民 所以使用安心出行是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把疫苗接种记录 也把它连到安心出行 也可以方便你们 那边穿黑衣的 我是陈新闻 政府专家顾问 袁国勇教授就说 全民的检测 要到全港的确诊个案 几百例才可以更好 你们会等候 高峰过后才做吗 现在还没有发布细节 是否在时间方面有分歧 而内地的专家有给意见吗 另外我们看到就是 广华医院有大概30多具的遗体 在湿温的情况摆放 是否真的 另外我们知道 医管局有一些冷冻的集装箱 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关于全民检测方面 其实有关的官员也已经交代 现在有关于全民检测的细节 包括执行的安排还有时间 仍然是在内部相讨 现在还没有敲定细节 如果真的推行这个计划 其实也有不同的配套要进行 比如说足够的检测能力 足够的隔离设施 还有就是一些实际的执行安排 我相信细节落实以后 政府会立刻跟大家公布 在遗体方面 我们的冷冻集装箱 其实是陆续到达 有部分的医院也开始使用 我相信未来会提供更多的空间 可以摆放仙人的遗体 石湾署跟卫生署的同事 这几天不停地派很多的 专车的车队运送遗体到公众的链防 在不同的地方 也会增加容量 其实情况是会改善的 下一点问题后面 你好01 首先我想问有关院事 有业界觉得应该分开 没有感染的长者 有什么可行措施可以做呢 长者在同一个院内 传播的风险有多高呢 另外就算院设有爆发 也不会全面爆发撤离 如果爆发的话 如何分隔有感染 没有感染的长者 九龙西医院方面 我想问如何 如何界定紧急 非紧急 如果这个病人需要复诊 他可以去拿药 那他如何衡量 他应该继续同一个处罚 还是要增加减少分量 还有这个联合医院的电话 打不通 有没有热线 有市民说 复诊的日期不断延误 有人已经等了一年 有什么可以帮他 有6300名的医护人员确诊 有600人返回工作的岗位 那600位是否在6300这个数目里面 院设分隔等等 我未必能给太多的意见 我们有传染病专家 也有老人课的医生参与 九龙西紧急非紧急 这个事情呢 当然 病人如果是复诊 没有任何症状 我们也会认为 可以当作非紧急 但如果病人 发觉他的病情有症状的话 我觉得他有需要联络医院 600位康复的员工 包括在6380位的员工里面 就院设的爆发 卫生防护中心 一旦收到院设的承报 有个案 有承报 我们也会做流行病学调查 包括了解受影响的院友 职员 还有他们的分布 大概如何 一般的建议 我们是这样的 如果院友有感染的话 有病征 就要尽快去医院 我们会透过社会福利署 联络医管局的相关临床的同事 来评估受影响的院友 测试阳性的院友 是否需要入院治疗 如果院友的病情是轻微 无需住院的话 我们就建议院设 如果可行的情况下 要集中这些院友 集中隔离 我们也会建议 指定的职员来照顾院友 这些职员当然要遵从指引 要有全副的装备 也不要交叉使用用品 以致危害其他不受感染的院友 同一层 同一个房间的院友 一般也会列为密切接触者 也会有感染的风险 如果有些比较小型的 私人安老院 只是有分隔半 没有分房的话 那全部都可以作为密切接触者 我们会建议他们全部做快速检测 一旦发现出现感染的话 就可以立马发现 如果院设出现比较大型的 或者是很多员工院友受感染的话 我们也会联络社会福利署 看看是否可能其他院友可以撤离 但目前实在说受影响的院设 实在太多 隔离设施也未必符合要求 我们目前做的就是在院设里面 做检疫隔离 最后一提 这边这位女士 两位医生你好 我是经济日报 首先想请到叫欧医生 最近有很多检疫强检的大厦 有六七状大厦 但是有很多大厦 今天发掘了过千起的确诊 这些阳性的病例 现在安排到哪里 会全部送到检疫吗 大概需要多久就能把他们送去检疫 另外安老院设的长者 确诊康复之后 是星期可以打针 那昨天袁国勇教授 视察这个院设注射的时候 就建议康复的长者需要三个月之后 增加血液里面的中和抗体的数物 想请问这样四星期会不会没有那么好 李医生刚才你提到 医管局已经采购了 合适数量的新冠口服药品 可能会借给私家医院 那临床病人使用新冠药物 要有什么条件 要有什么病征可以使用 预计有多少病人可以用得上 这些药物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关于强制检测的大厦 你说的是围风行动 现在我们善用检测的资源 希望透过污水的检测 找出哪些地方 哪些大厦 有机会出现大量的病例 过去这些日子 我们看到污水检测的结果 是能让我们得到准确的资料 某个大厦某个地区感染的情况 比较严重 那我们就针对这些大厦 进行围风的行动 尽量把这些个案能找出来 所以最近我们围风行动 可能美状大厦进行强检围风之后 都发现大量的个案 这就是很有可能 本身在大厦里面有出现传播 或者是传播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现实我们的安排是 如果大厦围风行动完成之后 找到阳性的病例的话 如果隔离设施许可的话 我们尽量一批过的 把这些病例移离 这桩大厦把他们送到社区隔离设施 这个措施呢 就可以避免这些病例 进一步在大厦里面传播 第二呢 这些病例都是最近发现的 可能他是刚受感染 可能是晚上凌晨采样 第二天就并发 这些是新发的病例 他的病毒量比较低 做成的风险也比较高 我们希望善用比较 现实有限的隔离设施 安排为方行动 而侦察得到的阳性病例优先入住 不好意思 关于新冠口服药物 我们采购了合适的数量 但如何处方了 还需要根据临床的情况 当然有很多因素 有时候要看病人年纪 要没有接种疫苗 还有其他的临床状况 也不能一概而论 我再补充 我再补充关于长者接种疫苗 刚才可能我说的不太清楚 缩短四 星期是指 从来没有接种疫苗的 受感染了而康复的 长者 他的身体内虽然感染了 他的身体的抗体 或者是 这个免疫力未必足够 所以需要接种疫苗 他康复以后如果从来没有接种疫苗 他康复以后的四星期就可以接种疫苗 但如果他之前已经接种了疫苗的话 如果他受感染了 就依照以前的建议 暂时是三个月后才接种第二剂的疫苗 记者会到此为止 谢谢 讲者没有使用话筒 讲者没有使用话筒 记者没有使用话筒 发问传言听不到 好的 好的 我到时候再书面回复吧 不好意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